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注重这个票签 一样盆分 第一也是胆固醇 然后看哪一个比较低我就买哪一份 我们懒得去好像说去慢慢去研究这些东西 就是哪里就走就是这样 我也不管这些的啦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啊 如果要出问题的话 随时都出问题呢 很少啦 因为一般像这种大型的超市的话 因为它是比资料比较保证的 所以好像没有那个习惯呢 我会比较比较比较 因为我有健康的状态 我会比较比较比较 因为它是质量 和脂肪 和其他东西 有时候有看啊 有时候也是没有去注意啊 那你有注意的时候你是看什么 看它的日记而已 有没有注意说它其实糖分多高 钙质多少 没有 其实还是要注意啊 看食物标签是相当重要 也不难看懂 那为了帮助国人选择 较健康的食品 国大医院和直总评价合作超市 就提供了健康购物导览 每个月一次 在国大医院的直总超市 营养师就会带着病人 和他们的家人去逛超市 了解怎么选择食品 那每个人是收费20块钱 我就和营养师去逛了一下 以牛奶和豆奶为例子 学习应该注意看 食物标签上的哪一些成分 那我今天就约了 国大医院的高级营养师 许君磊来一起逛逛超市 那么其实一大清早 很多人的习惯 就是早餐要先来一杯牛奶 那在挑选这么多 不同种类的牛奶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贴士 主要就是要注意 牛奶是不是低脂的 要是说一个有患上 说胆固醇高的病人的话 我们都是会看 注意它的每100毫升 你的脂肪含量 有没有超过3克 还有它的饱和性脂肪 当然和牛奶 我们也注意到 它的钙质含量 饱和性脂肪对健康不好 看看标签上的成分 应该是越低越好 而营养师建议成人 每天至少要摄取 1000毫克的钙质 所以牛奶的含钙量 越高越好 如果你注意自己的体重 还是因为担心胆固醇 或心血管疾病 选择低脂牛奶会比较好 而对于年长者来说 保健促进局就建议 一天应该喝500毫升的牛奶 也就是差不多两杯牛奶 来得到一天所需的营养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适合喝牛奶的 有些人没有办法 很好地吸收牛奶里的乳糖 所以豆奶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好的替代品 要是他们吸收乳糖有问题 大多数都会泄肚子 还有肚子有很多风之类的 所以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介绍喝豆奶 豆奶一般上 如果是买巴萨里面的豆奶 通常就不会有另加这个盖子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买那些有再加进去的这个盖 就像些高盖豆浆 高盖豆浆的这个盖子 差不多每一杯 有差不多四到五百毫克 所以一天一个妇女 差不多所需要的 这个盖子的需求量 是差不多一千毫克 最后的两杯 就差不多接近一千了 在巴萨里面买的那些豆奶 盖含量是很少的吗 对 因为大多数的 这个外面的豆浆 没有经过化验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 里面的这个盖质含量有多少 那我们在超市的这个豆浆 至少有列出多少这个盖 那我们至少每一杯这个豆浆 可以摄取到多少的盖 黄豆本身它是没有盖质在里头的 添加的话呢 就是说每一百毫升的豆浆 必须有一百毫克的盖 才算高盖 我之前还不知道 同样是豆奶 在钙质成分上可以有这么大的区别 那营养师说呢 即使添加了钙 合格称为是高盖的豆奶 钙质成分也比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我们来看平均来说呢 豆奶中的钙比起牛奶 吸收率少20%到50% 那如果你同时监视 喝咖啡或者茶呢 更是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个星期的善方绑件 我们还要带你去了解 叫健康选择标签 因为呢 如果是单凭靠这个 叫健康选择标签来选购食物 不一定是最聪明的选择哦 别错过下个星期二的单元 在这里也祝你 吃得健康 活得健康 感谢您收看 晨光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